最近有美国媒体发表文章对中美两国的大学教育进行比较 并质问中国大学能打败美国大学吗 本台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专家学者 对中美大学教育的最大不同点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下面请看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这篇文章谈到 中国大陆具有激烈竞争的全国同考制度 通过高考对学生进行选拔 而竞争之激烈准备过程之艰苦 举过上下对考试结果之焦虑 无不让美国的大学本科入学考试看起来如同儿戏 但目前来看美国的大学体制仍远远领先 领先的原因也很明显 首先美国用在教育上的花费最高 每年的教育开支达9800亿美元 是中国的两倍 美国也是工程设计人才培养比例最高的国家 每100万居民中有981个工程专业毕业生 而中国只有553个 此外美国大学在给学生提供就业准备方面也做得最好 美国81%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立刻胜任工作 而只有10%的中国毕业生能做到这一点 北京县政学者陈永苗谈到 中国的教育现状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学教育则充满自由气息 大学教育和社会紧密联系 因此学生毕业后就很容易融入社会工作之中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提到 为了让北京大学等院校进入全球精英院校之列 大陆当局向这些院校每家提供了2.7亿美元的资金 给每位海外归国人员的红包高达15万美元 报道分析说加大资金投入和学生学习刻苦 使中国有可能在未来对美国的教育领先地位进行挑战 但陈永苗对此并不赞同 他表示在目前体制之下 中国的大学根本不可能超越美国的大学 网友也评论指出 20年前国外就有文章预测中国的学术要远超美国 因为他惊讶于中国学生的刻苦 但至今还没有超过 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学生的刻苦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刻苦不一定优秀 在错误的方向上再刻苦也是错误 2009年中国曾经效仿美国的长春藤盟校模式 创建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九校联盟 希望能吸引到最好的学生和教师 对此时政评论家武凡认为 以前中国教育是向苏联学习 现在则完全倒向美国 但不管表面的课本或者教学形式和美国如何类似 中国教育因为受政治体制的影响 永远学不到美国教育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要控制这个教育 表面上要像美国学 但是它一定要成立一个党委会 一切都由党委会的决定 由共产党的决定 各个学校各个系和党支部 所以这一点呢 就跟美国的完全自由开放的教育是不同的 吴凡谈到共产党控制大学教育的目的 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中共政权的接班人 为中共统治服务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中学生 认识到在中国大学里学不到真东西 还有党八股和中共的狼奶教育 所以纷纷前往美国求学